此题为浓硫酸 重量百分比百分之九十八 要配置为比重1.5 浓度为6M的硫酸浓硫一公升 也就是将浓硫酸 稀释为锡硫酸 而我们要知道 稀释为 溶质额外再多加入农剂 因此稀释前后 溶质并不会跑掉 只是溶剂变多 所以稀释前后 我们要知道 溶质的重量 或者是溶质的末耳数 是不变的 改变的是溶剂的量 而基本上 我们配置溶液 取的是体积而非重量 因此我们就先假设 取浓硫酸 X毫升 因此稀释之前 溶酸溶质的重量为 溶液的重量 也就是体积 毫升 乘上密度 也就是比重1.84 毫升分之克 两者乘完为溶液的重量 再乘上重量百分率 为0.98 要等于稀释后溶质的重量 这时候溶质浓度为6m 6m为6升分之末耳 因此乘上溶液体积 配置成1公升 然而末耳数再变成重量 因此乘上分子量 溶酸为98克除末耳 所以这地方乘完之后 是指稀释前溶质的重量 这地方乘完之后 是稀释后溶质重量 因为溶质 稀释前后是不变的 所以就可以算出来 x就等于326毫升 因为配置前后 我们可以发现 溶液的比重不一样 所以溶液的体积 是没有加成性的 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答案为 A 也就是说取326毫升螺螺酸 溶于600毫升水中 再加水稀释到1公升 也就是由326毫升 变成1公升 而非B选项326加674 因为体积是没有加成性 对 顶多 aggregate